就感覺腫腫然後也細不一句 腦海狂人疫情造成 常新冠後遺症的人 已經突破三位數 而出現腦污現象的患者 也跟著增加 我會走了兩三次 然後會停滯 但那是腦袋 沒辦法去思考 大概三分鐘 我就站在那裡 然後完全是停掉 腦污現象除了像是短暫失意 思緒混亂 無法集中精神 嚴重甚至失智 確診康復民眾分享 這感覺如同大腦當機 有網友分享 腦污驚嚇 踏實路開車開到一半 出現腦污現象 就一瞬間忘記自己在哪裡 對周遭環境完全陌生 如同失智感覺 直呼腦污真的太可怕了 如何提防腦污 醫師說尤其三個患者 或單一器官衰竭的慢性病人 確診後罹患腦污機率更大 如而減緩四大方法 可嘗試 除了吃維他命 中藥保健食品 有醫院會透過高壓氧治療 活化細胞提升腦部氧氣含量 另外就是搭配運動復健 來減緩症狀 其實在能等上感染後的病人 這樣抱怨的其實還蠻多的啦 智商啊 或者是沒有辦法思考清楚啊 因為有人是失眠啊 或者是一直睡啊 真的神經的一些實質的病變呢 要先抓出來 那抓出來再給予治療 WHO曾提出腦污後遺症恐怕要兩到三年才可能康復 但醫師要民眾別慌 真的出現腦污現象 還是尋求專業醫師診斷評估 進行治療 下期視頻將會上升上台北報導